注意看,這個女人太狠了 她居然拿著跟自己一模一樣的八分之一模型 當成聖誕節禮物送給公主 頭部大小、手腳長度、字的位置全部一樣 胸部、屁股、形狀也都跟本尊毫無二字 光看模型會以為是本人縮小了 可不的是,模型的頭髮非常柔順 腹部下方也有毛髮 疑問之下才知道,這些毛居然是本人的 所以說哪裡才買得到? 嗨,我是卓可 怪人的沙發版是平板讀的第六套輕小說 以最新三套都能動畫畫來說 這表示作者真的有料 聽說不少人被有少結局傷得很深 再也不看她的作品 唉,很明白這種痛 但我還是要說 她的上一部作品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的結尾並沒有爆炸 何況她的作品特性是不無聊 還沒看過這系列的朋友 可以在聽完女騎士路線後再決定要不要入坑 在節目開始前先來介紹本次的乾爹 聖鬥四星史正義傳說 屬於大家的回憶 聖鬥四星史最新劇情終於完結了 啪啪啪啪啪 不論劇情或熟悉的角色通通都會陸續上線 小宇宙將會繼續燃燒下去 為了輕速拿到日本雙榜第一 遊戲開啟狂獸模式 四大好禮等你拿 一整整一千抽 二八百轉 三ND連動聖典 限定頭像框聊天框 四完成每日再拿十抽 每日不麻煩因為她是放置戰鬥 官方感受這麼多就表明 她不用肝也不用客 點擊下方連結 一起加入聖鬥四星史正義傳說吧 莉維亞、多、無敵師 是第七公主的貼身護衛 為了保護公主頭靈叛軍的魔掌 莉維亞獨自墊後 一刀、兩刀、叛軍的頭跟豆腐一樣好切 得到喘息的公主毫不猶疑的 跳入異世界傳送門 稍晚一步的莉維亞也隨後跟上公主的腳步 翻閱後的結果 他們來到現代日本、富奇縣 初來此地的莉維亞還算有嘗試 知道渾身是血不能到處亂晃 她到河邊大大方方的抽了個涼 還順便補了一條魚當作晚餐 就這麼剛好 一場大雨讓她遇到了同樣在避雨的街友 林木 林木大叔相當友善 不但告訴莉維亞這邊世界的一些知識 還讓她睡在附近的紙板上 千萬別小看紙板 對莉維亞這種已經習慣逃亡的女騎士來說 紙板跟高級飯店的床鋪沒有兩樣 獲得充分的休息後 下一步就是要尋找失戀的公主 問題是世界這麼大 要去哪裡找呢? 在林木的建議下 她決定請偵探幫忙 而要請偵探就需要錢 這名騎士居然順其自然的當起遊民 花了一堆時間在撿破爛 撿著撿著問題又來了 她一天只能撿到幾百塊 可請一次偵探要整整七萬塊 就在她一籌莫展時 一名小混混主動向她搭話 小混混以她搶了其他遊民工作為由 希望她能去做某份工作 這份工作優點很多 賺錢速度快 有員工宿舍 只需要陪酒聊天 聽到有這頓好事 莉維亞毫不猶豫的答應 一彎來說 普通的酒店確實只要做這些內容 但小混混介紹給莉維亞的工作 其實是摸摸茶 也就是柯以樓的店 完全沒想到是這種店的莉維亞 就這麼傻傻的去工作 身上的服裝也從普通的體育服 變成防禦力超高的女騎士服 在前輩蜜桃屯的代理下 莉維亞正式上工 指定蜜桃屯的客人相當大方 見到新人美媒這麼漂亮 毫不猶豫的就往莉維亞的毆海間 塞入了整整三張福澤余擊 莉維亞本來想大聲赤賀 但錢實在太多了 就在莉維亞的價值觀快要被摧毀時 警察剛好臨界 莉維亞的第一份工作也只能到此結束 無處可去的莉維亞只能回歸遊民的行列 熱心的鈴木告知莉維亞 如果是找室內的偵探3萬人已經足夠 而就這麼剛好 莉維亞拜訪的第一個偵探事務所 她的公主就在裡面 如果是一般套路 主充兩人都會寄出在男主家中 但偏偏這部特別寫時 男主家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 男主也沒有大筆鈔票能夠包養美女 在公主的交涉下 男主才勉為其男同意莉維亞用工作換住宿 得到正式工作的莉維亞 立刻向鈴木道謝 看到莉維亞這麼積極 鈴木也鼓起勇氣主動聯繫編輯部 原來 鈴木這傢伙根本不是遊民 是一名逃避編輯的輕小說家 回到正題 擔任偵探助手的莉維亞 工作狀況慘到連慘字都不足以形容 亮麗的外表太顯眼 再加上記不住目標的長相 導致完全不能跟蹤目標 例行事物也不會做 還會直接破壞電腦 別說幫上忙根本只會搞破壞 到頭來男主也只能FIRE 儘管男主想幫莉維亞找新的工作和住宿 但一股傲氣的莉維亞 卻堅持不肯接受男主的協助 所以最終她還是只能回歸遊民生活 跟現代人不同 莉維亞非常適應這種生活步調 即使要吃炸猛、撿破爛 無法開戶、無法借錢 對莉維亞來說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然而就算莉維亞不主動搞事 看她出眾的外表和天生的被動機 也還是會害她捲入各種事件 布蘭奇希爾斯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一群遊民中 就莉維亞是漂亮年輕小姐 四族自然會想將她吸收為其中的一員 根據四族的說法 他們自力創造一個所有人都能幸福生活的世界 像這種一聽就知道是詐騙集團的團體 莉維亞卻毫不懷疑地跟去參觀他們的家 就跟現實的邪教集團一樣 內部的生活只能用家族貨幣 日圓能換成家族貨幣 但反過來就不行 他們宣稱家族貨幣不是錢 是為了提高奉獻社會儀式而建立起的制度 簡稱功德 為了讓莉維亞更快融入家族 四族跟莉維亞打起籃球 莉維亞是第一次接觸這種運動 但憑藉著卓越的身體能力加魔法 她輕鬆跟前職業選手打得有來有往 甚至能在三分線直接灌籃 看我不悔,炫破是大灌籃 四族當然不可能只跟莉維亞打兩球 還帶了莉維亞去看洗腦影片 理所當然,洗腦無效 擁有優異無感的莉維亞 直接看透影片中的暗示 導致影片根本起不到洗腦效果 整套流程都體驗過了 最後就是要去見證教主的神蹟 這時候不出意外的話馬上就要出意外 教主本來一如既往的想展現神蹟 沒想到這一次接受神蹟的對象 居然一個起身瞬間挾持住教主 原來他是邪教的受害者 家中的財產全部被他們騙光 為了在大量信徒面前證明教主只是個神棍 他居然拿起刀子往自己的腹部捅去 教主用一套話術推遲沒辦法治療 這時候,莉維亞衝上台 並用來自異世間的魔術 治好了對象的傷勢 這下可好,在眾人面前上演神蹟 邪教教主妄愛 直接把莉維亞當成來自天上的救世主 莉維亞還算正直 沒有立刻接下救世主的位置 他一心只想逃離這種奇怪的狀況 試圖嘗試阻攔莉維亞 但想當然一點用也沒有 就這樣,莉維亞的職業再度變回遊民 俗話說得好,天舞絕人之路 小混混再次有新的工作打算委託給莉維亞 莉維亞本來擔心這次又是奇蹟怪怪不合法的工作 但小混混卻說這次的工作超級健康 還能為其他人做出貢獻 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排隊買限定商品一次有3000元的報酬 各位想得沒錯 小混混要他做的就是黃牛帶牌 為了讓這份工作聽起來很正常 小混混解釋說道 我們是在給那些沒辦法親自購買限定商品的人一個機會啊 我們是代替那些人承受要排好幾個小時的隊的痛苦啊 作為回報 我們也只是收取些微的手續費而已 這些說詞基本沒有破綻 莉維亞也就傻傻的被小混混當成最底層的帶牌旗幟 跟台灣不同 日本的店家會為了防止這種人的存在 事先準備好一些題目 客人回答不出來 商品就不會賣出去 遺憾的是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他們的中盤商早已準備好小超 提供給第一線帶牌人員 本來這份工作還算順利 但做到一半 莉維亞卻剛好遇見公主 公主非常崇悔 聽到莉維亞在做這種工作 就知道這種工作的問題出在哪裡 被公主當同伴賀 莉維亞才知道 這份工作根本不是想要替買不到的人買到商品 而是在幫助混帳囤積商品 烘台價格 給絕大部分的客人造成麻煩 就這樣 莉維亞再次失業 而就這麼剛好 同一時間 邪教教主萬愛靠偵探找到了莉維亞 看看只是被叫到名字 萬愛就出現了什麼反應 莉維亞僅僅僅只是一句話 就讓萬愛決定把邪教改成健康的集團 為了讓莉維亞能合理陪伴自己 萬愛以協助自己製作模型為由 把莉維亞騙到自己家中 她利用幾百萬的3D掃描裝置 得到莉維亞的身體數據 夜旁的莉維亞看到其他模型成品 由衷地覺得 如果自己的模型能換衣服就太好了 聽到救世主這麼說 萬愛流著口水 懇求莉維亞的裸體數據 令萬愛沒想過的是 莉維亞就這麼全脫了 神的裸體 令萬愛打從心底吶喊 萬愛當然不會讓救世主做白宮 一出手就是兩百萬 這麼大的一筆數字 莉維亞也不敢收 就在莉維亞想要離去之時 萬愛主動開口邀請莉維亞 擔任商品開發顧問 既然是正當的工作 莉維亞也不好拒絕 她的身份也從遊民進化到 邪惡宗教團體商品開發顧問 這份工作待遇極佳 包吃包住每天睡到自然醒 有大量自由時間可以閒晃 還有無上限的零用錢可以拿 沒錯 美其名是顧問 其實是小白戀 就這麼剛好 到處溜搭的莉維亞 再次遇到了蜜桃屯公子明日北 醫療之下才知道公子的樂團解散 現在正在找新成員 各位要知道 莉維亞雖然是騎士 但要侍奉公主出身一定不會低 自然會一些樂器 而莉維亞會的樂器是琵琶 反正沒有其他事情要忙 莉維亞也就決定加入公子的樂團 並開始認真學習吉他 為了讓樂團順利運作 莉維亞將前樂團的曲子 拿給萬愛參考 不得不說 萬愛也是個被邪教耽誤的人才 邪教的洗腦影片、歌曲 全部都是由她一人包辦 也因此她對曲子的造詣極高 只是聽聽就知道公子的前樂團肯定會完蛋 經歷一星期每天15小時的努力 加上吉他老師的一對一指導 莉維亞的吉他功力突飛猛進 已經到了可以上台演奏的等級 現在的問題是公子的曲子始終出不來 業餘的不行 專業的來 在莉維亞的推薦下 曲子直接交由萬愛負責 在親耳聽到萬愛的實力後 公子直接邀請萬愛加入樂團 一想到可以一輩子跟舊世主在一起 萬愛沒理由不答應 就這樣莉維亞轉職成樂隊吉他手 萬愛的職位也越來越多 組成樂團的三人感情越來越好 莉維亞順勢將自己遊民時期發現的美食 炸炸某分享給兩位 神吃的食物就算是不能入口的東西 萬愛也會開心的吞下去 但相對的公子只是一個勁的把炸某倒給萬愛 又過了一陣子 莉維亞的模型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萬愛以細微調查為名義 將莉維亞全身上下都摸了個遍 這時候的萬愛已經沒有所謂的羞恥感 只有不知羞恥的慾望 由於聖誕節快到了 莉維亞順勢要了個樣品 為了回報神的恩惠 萬愛每天提供4萬元的作戰資金 讓神可以跟柏青哥基台一決死戰 當然,信義1的莉維亞一次都沒贏過 只能留下一小撮飯錢 在小混混的建議下 莉維亞改成PK賽馬 有趣的是 就算莉維亞擁有看穿馬拼能力的眼力 但她卻還是沒辦法買對 經過一系列的操作 作戰資金始終會全部歸零 不過沒關係,只要萬愛還在 莉維亞就會有足夠的作戰資金 她的職業也從小白臉多了一個賭徒 哇!萬愛真的是廢人製造機 在萬愛的心情工作下 莉維亞的3D模型總算在聖誕節前完成 注意看,這個女人太狠了 她居然拿著跟自己一模一樣的八分之一模型 當成聖誕節禮物送給公主 頭部大小、手腳長度、字的位置全部一樣 胸部、屁股、形狀也都跟本尊毫無二字 光看模型會以為是本人縮小了 可不的是,模型的頭髮非常柔順 腹部下方也有毛髮 疑問之下才知道這些毛居然是本人的 這種高等級模型在特定族群肯定很受歡迎 但對有常識的公主來說 只會覺得非常噁心而已 雖然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公主解除了祖父關係 還把莉維亞趕了出去 失去人生目標的莉維亞 只能把樂團當成最後的歸宿 神都開口了 萬愛也就更加投入在創作上 樂團現在最後一個問題是 歌詞 公子寫的歌詞意義不明 萬愛寫的歌詞全部都是讚美莉維亞 兩者都不可能打出圈 而就這麼剛好 小說家林木在這時也在找莉維亞 林木以莉維亞為原型 創造出的輕小說在市場大賣 獲得大成功的林木便想親自向主角道謝 兩人也成功在橋下再會 意知到林木的本行字寫文章 立維亞便拿出最大的誠意 拜託林木幫忙寫詞 在巨大誠意的壓力下 林木只能答應這個忙 作詞作曲主唱吉他手全部被騎 樂團正式步入正軌 經過刻苦的練習 異形人成功取得第一次公開演出的機會 立維亞這個病入高荒的賭徒 居然敢再出演當天還去賭一把 要不是他有超人的肉體趕入 不然出演肯定會遲到 他們在台上的演出已經不能用成功來形容 根本可以說是傳奇的起點 在氏族和網路的大力推廣下 甚至有唱片公司直接邀請他們正式進軍歌壇 各位要知道這對地下樂團可是一件超級大事 他們當然也沒有忘記向粉絲宣布喜劇 然而就在他們開慶公宴 萬愛準備要趁亂接吻時 萬愛涉嫌內線交易 警方將萬愛以嫌疑人的身分逮捕歸案 究竟立維亞的下場會何去何從呢? 這邊只能透露 他以後會和大量女性大搞群交 究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請各位靜待二期發展 或是直接去看小說吧 別看女騎士的人生這麼混亂 其實這是作者在以威脅的方式 展現出現實社會的黑暗面 如果各位能反思現實 作者一定會相當開心